场面十分的混乱 就是马英九总统今天上午来到了陆港龙山寺去上香 不过却遭到了民进党现议员来带队呛响 还跟维安人员爆发了推起冲突 绿军现议员呛不到 最后索性改打游击战 那么绿军支持者是混进会场 就是向马英九总统比出了倒扁的手势 就当场被特勤人员给拖走 想办法要突破警方人墙还有人当场跌倒 差点引发拉扯冲突 马中龙到陆港龙山寺上香 绿军现议员大声呛响 闹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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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吗 闹场是你们闹场的人 闹场是你们闹场的人 关人员一句闹场引发现议员不满 双方发生推起冲突 明明有入场正确被国安人员用力请出来 张华县议员哭了 痛骂马政府太超过 他要请我过来 然后又把我这样子对待 这是我们的什么招呼 我们的什么招呼 用力推开远景 先议员突围没成功 绿军改打游击战 支持者混进会场 让马总统难看 欢迎我们的马总统 对马英九比刀鞭首次 绿云支持者马上被特勤人员拖走 马总统继续演讲 绿军呛马 徒劳无功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样的影响 总统在彰化的行程 时间通通缩短 是不是有为安考量 总统府不愿证实 中文系文李玉龙 宇嘉贤 彰化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采访报道